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14日 菲燕诺小胜罗马 周五凌晨 欧洲联办准决赛首回合激战术场 其中菲燕诺与罗马在前者主场展开一番较量 上半场 保罗代巴拿伤退 泰拉奥拿送12马 罗伦素伯利坚尼主罚12马中驻 下半场 维费尔世界波破门 谭美艾巴贤伤退 罗扎伊宾尼斯投堆 攻门被解围 全场比赛结束 菲燕诺1比0击退罗马 比赛开始 7分钟 罗马前场右路罚球开到禁区 基安路卡文仙尼投堆攻门 顶得太正 被门将拿到 18分钟 保罗代巴拿罚球 直接攻门稍稍打高 26分钟 史提芬爱沙拉维接长传停球 一脚挑射 稍稍打高 33分钟 卢书阿尔基尔图特亚 禁区内获得机会 横向盘带后 打门打飞 40分钟 罗马脚球开出后 皮球打到泰拉奥拿手臂上 求证判罚12马 罗伦素伯利坚尼 主罚12马 击中左侧力助弹出 上半场结束 双方战成0比0 一边再战 53分钟 奥沙马爱迪里斯 左路突破倒三角回传湖顶 维费尔林空打出一脚弹地球洞穿球门 飞燕诺1比0罗马 56分钟 谈美艾巴嫌拼抢时也受伤 无法继续坚持 62分钟 罗马左侧脚球机会 罗扎伊宾尼斯投堆攻门被防守球员门线解围 67分钟 飞燕诺罚球攻门稍稍高出衡量 之后时间罗马一直未能改写比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飞燕诺主场1比0小胜罗马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